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启动老师 欢迎来学习微信分的课程 我们已经学习了多项式与三角函数的导数公式 不过有更多更复杂的函数是由这些函数组合而来 所以在这个单元我们将会介绍更进阶的求导数技巧 我们已经介绍了基本的导数公式 但是若要计算更加复杂的函数其所对应的导数 就必须发展进阶的微分技巧 例如是求下方x平方加sinx的完全立方所对应的导数 虽然我们可以将其展开再套用已知的导数公式 不过我们仍希望可以利用简便的运算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先分析这个函数的性质 透过定义函数f等于x的三次方 与g等于x平方加sinx 我们发现原函数即为f . 因此我们不妨来考虑一般化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求合成函数f 的导数 倘若能够回答这个提问 也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的答案了 要求合成函数的导数 我们可以透过上方的技巧来处理 也就是练锁率 若函数g在x点是可为分的 而函数小f又在g of x是可为分的 若大f是以t为变数 定义为小f与g的合成函数 也就是f of g of t 则它在x点也是可为分的 不仅如此 它的导数极为小f的导数f' 在g of x 的数值 再乘以g的导数g' of x 只要利用这个公式 与原函数f和g的导数 就可以求出对应合成函数的导数了 我们可以试着用图像来理解这个定理 先考虑一个点x 假设函数g定义在x点是可为分的 而它的输出值以右方的点来代表 则这个输出值即为大家所熟知的g of x 如果函数小f定义于g of x是可为分的 代入的结果显然为f of g of x 此时我们可以考虑直接将左侧的x 送到右侧f of g of x 的合成函数 则它在x点亦是可为分的 且其所对应的导数即为定理中的式子 现在我们来推导这个定理 为了简化证明 我们仅说明当t点在x附近时 g of t 横不等于g of x 的情况 根据定义大f的导数就是后方的极限 将大f的定义代入后化为后方的式子 此时我们可以将对应的分式拆解 先处以g of t 减g of x 再将它乘回来 使前方的等式成立 接着我们尝试将前后两项分别取极限 我们将前方的极限改写 变成下面的形式 这是透过变数变换来达成 以及令u等于g of t带入 在t趋近于x的前提之下 由于函数g在x点是可为分的 所以在该点也是连续的 因此在这点的极限值就会等于定义值 以及g of t 也就是u 会趋近于g of x 所以我们可以将原来的t趋近于x 以u趋近于g of x来取代 然而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前向的极限 是函数f在g of x的导数 而后方的极限 就是函数g在x的导数g' of x 这样就验证了这个公式 若要进一链锁列的公式 我们可以参考中间提示所提供的方法 由于目标函数是f of g of x 所以将函数f和g分别诠释为外侧与内侧的函数 则前向f' g of x 就可以解释为外侧函数的微分 在内侧函数的数值 而后向显然是内侧函数的导数 这样一来在使用上会更加容易 也比较不会出错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莱布尼茨的符号 来重新改写这个式子 我们再度检视下方的图示 此时将中间的g of x 以一个中继变数u来取代 则显然最后的输出值 f of g of x 就是f of u 而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将它标注为另一个变数y 也就是大f的输出值 从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发现上方链锁率公式的左侧 也就是大f对x变数的导数 对应于y对x求导数的结果 以及dy dx 而右侧前向的f' of g of x 为函数小f在g of x 也就是在u的导数值 对应于dy du的部分 而最后函数g的导数g' of x 显然即为du dx 所以链锁率的公式 就可以用中间的式子来诠释 这个看法在记忆上非常方便 因为等式右侧直观上可以视为分数的乘法 如果我们消去du这个相次的话 就会是左侧的dy dx了 最后我们来回答原先的提问 也就是求x平方加sinx的完全力方 所对应的导数 我们将尝试利用链锁率来进行解题 首先定变数u等于x平方加sinx 与y等于u三次方 则原来的问题就相当于求y对x的导数dy dx 利用中间的提示 它就等于dydu再乘以du dx 接着透过基本的微分公式 前方的dydu就是y对u的导数为3u平方 而后向的du dx就是u对x的导数为2x加cosx 最后别忘了 变数u是我们自行定义的中继变数 所以要将u以x平方加sinx带回 才得到所需的答案 部分复杂的函数是从常见的基础函数变化而来 而链锁率则提供了求导数的方法 那我们透过已知的公式来计算更繁复的式子 明天就应该接触了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